另一起案件是澳洲一名妇女 因為涉嫌殺害自己四個小孩 被判刑三十年 沒有想到去年有新的科學證據顯示 她很可能是被冤枉的 不過她已經吃了二十年的牢飯 直到今年六月才獲得特赦 法院今天進一步撤銷她的罪名 而律師正在幫她申請國家賠償 終於洗刷罪名的佛碧格太太 走出法院時 難掩激動 頻頻失淚 我感到感到感到新的科學和藥學 都給了我回答我的孩子們死亡 但是 甚至在1999年 我們曾經有違法的答案 證明我的死亡 他們被拒絕了 被拒絕了 這個系統比較拒絕我 而不是承認 那些時候 孩子們可以 而突然死亡 不期待的 心痛的 現年55歲來自澳洲的凱薩林佛碧格 先後生下兩男兩女 但四名子女卻在1989年到1999年的10年間 都在嬰幼兒時期就離奇死亡 此時年齡最大一歲半 最小的才出生19天 當時佛碧格遭檢方以謀殺及過失殺人罪起訴 但他堅稱自己無罪 小孩是自然死亡 這幾被稱為最冷血的連續殺陰案 因此大翻盤 佛碧格也在今年6月獲得特赦出獄 14號上訴法院進一步撤銷他的罪名 他決定針對誤判 害他白做20年牢申請國賠 澳洲科學院對佛碧格的案情逆轉表示肯定 並且呼籲當局秉持無望物縱的精神 進行司法改革 別讓類似的誤判案例再度發生 故事新聞在關聯別衣